我国统计局最新推出的2023年生活成本指数报告 总结了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个人和家庭 每个月需要多少的资金才足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整体而言 国人每个月平均需要1314令吉 就能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 如果是以家庭为计算单位就需要3000令吉 至于育有孩子的成本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一个孩子每个月的开销至少要1144令吉 就在政府重新定义T15高收入指标时 国家统计局出台去年度的体面生活基本月开销 以不同地区婚姻和家庭状况区分类别 定义个人和家庭在满足食品和非食品需求方面的开销 平均而言 我国的体面生活基本月开销的中位数是4729令吉 平均家庭规模则是3.8人 城乡的开销有别 在城市地区的基本月开销超过5000令吉 但乡村家庭支出3631令吉 就足以维持衣食住行 如果是按照州属和直辖区排列生活成本 雪兰额以每月5854令吉傲视全国 首都吉隆坡区居第二 纳敏直辖区第三 古城马六甲和布城都以5000令吉以上上榜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三个直辖区都名列高生活费前五名 但是如果细分地区 雪兰额州内的巴达林全国最高 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月开销高达6660令吉 巴生则要6244令吉 乌鲁冷月地区则是5810令吉 前三甲地区都是雪州主要城市 说到家庭开销最低的州属则是霹雳 每个月的成本是3723令吉 第二低是吉打 接着是玻璃市 三个州属的中位数都不超过4000令吉 成本几乎比雪州少了将近一半 个人生活成本方面 如果一名年约18到29岁的单身人士 每个月必须支出1733令吉 才能过上客观意义的体面生活 如果是已婚夫妇 但两人还没生儿育女 家庭每月必须承担3157令吉的生活成本开销 一旦夫妇俩养育后代 变成一家四口 家庭开销会上升到5445令吉 生活费水涨船高 是抚养子女的代价 初略估算 养育一名孩子的最低成本是每个月1144令吉 以上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在2022年做的市场问卷 以及433种项目价格再结合大马人口特征 花费习惯收入价格以及地区等六个因素统计而成 民众只要将家庭成员 州属和县区 性别年岁等等资料 输入由统计局开发的MyPAKW计算器 就能了解自己的基本开销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吏 bakalı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